运动会由幼儿园园长与家长一同带领小小运动员进场 各幼儿园大秀创艺装扮 仙院唐小芬 林游游等人也到场 活动在王府县长及县场贵宾共同开启圣诞大礼 释放气球后正式展开 父母带着小孩来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 也可以激励 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 培养强健的体魄 不只是注重团队 而且也增强自己努力向上的竞争力 而是非常有意义的运动 那我们大手牵小手 幸福满蓝头 大家一起来 让蓝头成为一个健康快乐 大人小朋友都非常开心的宜居城市 仙院林游游表示 在仙府用心设计多元体能的游戏中 增加爸爸妈妈和小朋友更多的互动 并且也能够跟其他乡镇的幼童来做交流 大家玩得很开心 大手牵小手幸福满蓝头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是邀请到我们来全县的这个幼儿园的孩童呢 一起来参加 那特别呢 开心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忍耐乡 还有包含普理症 还有信义呢 等等这些小朋友都出来了 那在现场呢 可以看到小朋友们都是活力满满 那也希望说今天的活动呢 可以顺利完成以外呢 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在其中 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来多跟其他乡镇的小朋友们一起交流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先员廖子佑吉堂小芬表示 活动周边同时安排各式美食和游戏摊位 让大小朋友有得吃又有得玩 尤其活动结合运动及亲子互动 藉此也能够促进幼儿身体动作发展 并增进亲子情感的交流 那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摊位 都是各幼儿园 他们精心制作 拿手好菜 很多的点心 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幼儿运动会呢 能带给亲子愉快的一天 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处 非常用心的一个规划 能够让这一场这个幼儿运动会 能够非常盛大 也非常热闹 体能运动包含幼儿千人竞输赛跑 及亲子闯关游戏 结合亲子团康游戏和亲子运动物等活等 期待透过运动会 让小朋友从小培养运动习惯 进而让难投成为健康快乐的一具城市 记者洪一轮 曹文正 采访报道